谢北铭 你个混蛋 你不出来 如双 一会儿去了 你也得好好跟他说 我今天就要找谢北铭这个混蛋 文文 苏大人 如双姑娘 谢北铭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回来正好 我有话要说 如双 咱俩算了吧 你说什么 我跟文文姑娘 情投意合 过段日子 便会替她赎身 娶她回家 谢北铭 你混蛋 如双 如双 我 文文比你漂亮 比你温柔 比你能歌善舞 你除了摆弄药材 你还会什么 你嫌弃我 我们飞云山庄 不可能找一个山村野丫头 当少庄主夫人 我义父也不会同意她 我义父也不会同意她 那她呢 她一个青龙女子 就配得上你们飞云山庄吗 她最身在青龙 出于你而不忍 卖艺不卖身 冰清玉洁 我就是喜欢这首 好 谢少庄主 文文姑娘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如双 你 真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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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姐姐 谢美美不要我了 她说过她只喜欢我了 她说过她 她说过她要带我新家上衣 闯到江湖 她还说过要跟我做一身写倦吕 可是她为什么就嫌弃我了 四姐姐 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那种漂亮又好看的女孩 是不是没有人会喜欢我这种野丫头 怎么会呢 你不是野丫头 再说 谢兄 也不是其他人呢 那他刚才说 如霜 你好好想想 一个对你一见钟情 天天想着你 一心只为你 愿意为你去死的男人 他怎么会突然爱上别的人呢 他的衣服上明明已经有纹纹的唇纸了 他们肯定已经有肌肤知青了 你会把他带回家里 等着谢兄来向你行事问罪吗 也不会 谢明明一定会把他杀了的 你的意思是 他在骗我 他在骗我 那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我也只是猜测 这个 就得你自己去问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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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嗯 别哭了 别哭了 吃 поним看